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過完連續假期之後的 第一個假日 怎麼會這樣 我們來看指數在今天 盤中曾經一度重挫 打288點 中場下跌177點作收 收在16462點 下跌1.07% 而成交量仍然沒有辦法放大 只有2782億 我們看到不只是台股 亞洲股市都全盤揭末 特別是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香港恒生指數 大跌了362點 下跌了1.43% 亞股通通跌 為什麼 而今天的大跌 會不會是挫殺 會不會是誤殺呢 我們來看目前的台指期 在盤後已經出現反彈了 目前我們錄影的時間 在晚上的6點15分 指數的位置 已經反彈超過白點 明天會談嗎 趕快來介紹 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財運所助理教授 謝晨諺 阿官好 大家好 資源分析師豐開平 阿官 大家好 要請到萬保投股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林昌昕 阿官好 大家好 資源分析師蔡振華 阿官好 大家好 冠軍操盤手楊云祥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開始 趕快帶您來關心的是 台北股市在今天出現重挫 我以下面等會來告訴你 而台股在今天是跌破了五日線 指數大跌了一百七十七點 三大反而賣超一百七十六億 不過是土洋對坐 所以我們先請蔡總帶我們來看 亞洲股市在今天 通通受到美股 昨天晚上下跌的影響 對 昨天晚上睡覺之前的時候 我是看稻窮漲兩百點 我希望應該沒問題 你可以透透 想知道睡一覺起來之後是下跌的 真的嚇了一跳 早上起來跌了兩百五十點 就是那個油價七點新高 通膨向外的擴散恐慌 納斯達克也是大跌 糟糕 今天一開盤說 蔡總一定是在十二點前 就快到下跌下跌了 就這個地方你們看是漲的 漲了啦 過了十二點以後就跌了 所以快早睡早起升就好 好 所以今天雅谷全島 全島 通膨的隱憂 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美國時間是禮拜三 九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要公佈了 那台北股市反映是要等到禮拜四來反映 那一估年增率是5.3% 觀眾記住CPI是5.3 那萬一比它高很多 比如5.8 5.6% 萬一這種的激端值出來的話 那 可能還要再跌 對 就即便明天反彈 你還是要注意到這個風險 所以兩個問題來請教各位 因為在剛剛商場有沒有看到 台舉期已經翻紅了 所以明天反彈的機率高不高 在今天真的有可能是被誤殺被錯殺嗎 問題是你如果說它是誤殺是錯殺 整個亞洲股市都在跌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誤殺 明天會反彈嗎 請舉牌認為會反彈的給圈 好 六票都認為會反彈 問題是反彈是透動啊 是安全啊 還是反彈應該賣股票 認為反彈代表這個盤 其實在短線上已經脫離危險區 還是認為這個地方反彈就是賣點 認為反彈就是賣點的給差 認為脫離危險區的給圈 請舉牌 明天如果反彈到底是脫離危險 還是反彈要賣 我們看到 反彈脫離危險的有兩票 認為反彈要賣的有三票 有一票在中間 來 雲香冠軍操辦手先說 反彈要賣 對 我覺得要賣 因為我覺得這個 人氣真的非常虛 對 這個量一直起不來 然後早上量 預估量還有大概大概四千億 後來量繼續縮 價格繼續下來 代表說這個買氣真的非常弱 所以 對 不管CPI公布的數字如何 你都認為應該要賣 對 我覺得是要往下 明天如果反彈 雲香說要賣 但仲華持著不同的看法 對 因為今年下半年以來 績效通常都是要殺下來的時候 趕進場才賺得到 你只要轉強在進場 幾乎都來不及 你看每次反彈的高點 都沒有過千高 你都必須要在殺破線的時候 搶那兩三天的反彈 除非你這東西就放棄了 你就暫時不看了 否則的話在這地方要賺到錢 我認為殺下來 從今天開始應該是要找買點才對 所以殺下來要找買點 對 而不是找賣點 而不是反彈找賣點 所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們回來看外資 那外資怎麼看呢 蔡總幫我們來看 外資在今天是大賣超 賣超了一百六十七不少耶 對 而且我要補充一下 外資真的賣了以後 錢有再匯出 今天台幣重貶了1.06 所以今天是股匯雙殺 沒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新台幣好不好 對 新台幣在今天不只是股市下跌 新台幣外匯市場 我們要來看一下盤中走勢 比較明顯了 在今天確實 在今天是已經重貶超過一角 代表錢有出去 而且我們回來看 新台幣的K線 我也提醒大家 已經看到28.16的這個價位了 你看盤底了以後 往上是這個台幣的貶值 貶值 貶值的話 對股市的資金動能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外資整體 它當然是賣超 但是它今天你看賣超 聯電是不要命的賣 不計價的賣 其實我一直講 聯電不管是九月的營收 第三季的財報都沒有問題 但是人家就是賣 為什麼好公司一路賣 在今天賣超了 六萬五千二百零六張 因為很容易提款 我覺得答案就是這樣 就群瘡有答 你說已經腰斬了 你還在賣 賣了兩萬 各賣兩萬張 很容易提款 還是那句話 其他的話還有鴻海 鴻海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國泰金還已經公告了 前三季的EPS 是值比九塊 前三季九塊 你說外資的邏輯是我賣誰 容易提款我就賣誰 我管他是好公司還壞公司 他現在就是要把錢廢出去 我覺得目的是這樣的 那問題是他這樣賣聯電 我們來看二三零三 聯電的盤中走勢 以及他的日K線 今天是 沉不住 跌了四點二六百零 我們來看日K線 他這樣賣一路賣 是不是把聯電的線型 給賣壞了是不是 對 當然 相對的這個台積電 聯電的位階 還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的提款 集中在聯電 今天有一個缺口 跳空的缺口 那明天就要測試這個低點 要不行的話 再不行就回來 這個位置老實講 就很辛苦 為什麼這是那一波 漲到七十二塊的起漲位置 那就形成很大的套牢區 所以聯電應該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那如果回到這個位置 那就跌補55了 就套很多 就套很多 就是套一頭骨一鋼 所以聯電不是他個別公司的問題 而是整個大盤的問題 大盤沒有穩的話 這個好提款 我就繼續賣賣賣賣賣 那你當然擋不住這個外資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在今天很多跌的全值股 就是因為他好提款 特類大盤中錯的全值股 包括除了聯電之外 像聯勇也是 日月光也是好提款的 包括鴻海 聯發科 長榮 對 那這裡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今天他不是賣的 是買 但是他那個 比較詭異的是他去買航運股 對 但是他是跟市場對作 但你也不確定 他是一個真正的一個中期的操作 不要我們看一下2603的這個長榮 你看今天他是買 然後長榮已經破底了 但是今天外資開始買進 但是會不會像這樣 你也是買了以後 對不對 有一個短線的反彈 但是又下來 這個老實講就看什麼 看大盤 然後看外債的 老實講今天的這個 臥貴輪三雄的話 應該是融資斷頭 所以外資就趁融資斷頭的時候 去借了一些股票 抄底 等我們再來談談外資抄底 是對還是不對 不過既然我們剛看到很多股票 因為外資不斷提款而出現了 現行轉弱甚至轉空的跡象 所以我們請正華帶我們來看 如果從技術面來看 這個大盤 剛剛其實你是持著比較樂觀的態度 認為反而破線應該要買 問題是很多 比大盤弱的股票能搶嗎 我要搶什麼樣的股票呢 這裡我講一個 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就是蔡總剛有提到 就是說今天會有融資的賣壓 其實我們國內的融資算法 就是說給各位一個觀念 它並不是說針對你這支融資 到底我只扣你這一支 我們國內融資是算整戶的 我相信很少有投資人 完全只做貨櫃三雄 它一定會有貨櫃三雄 又加上一點電子 這個時候你全部包起來 你融資到這個水位的時候 它就會一致通知你 所以照萬海這樣子跌法的話 我認為今天很多的電子股 是被拖累的 其實因為很多人就是 我追你整戶 我不是追你這檔股票 所以如果我這邊砍不下去 我就會去砍電子跌的 對 到時候可能會一起砍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就是說 這裡有幾個狀況 領先大盤去跌破 五月份的低點的 這個一定是先佔在 最壞的打算 所以這個是非常弱 而且比大盤弱 對 比它弱很多 那如果我們要搶反彈 我到底是應該搶強勢股 還是應該搶跌很深的股票 應該是要搶強勢股的最後補跌 強勢股最好的股票 在做最後補跌的時候 那種是最好 是搶那一種 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這樣一路弱的就不要搶 對 這個不適合 因為萬海像這個地方 其實還是比較 跌得比較深 但我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它這一次 比起這個A股的中衛海控 以我們國內貨幣三球來講 跌得比較多 所以未來來講 它這個跌深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小波的反彈 比方說談到十字均線這樣 到時候再做解碼 我想都還來得及 那外資再抄跌 對 但是外資都做很短 現在有的外資 它其實身分 大家比較質疑一點 所以大家都做很短 那再來我們就說 有部分像這個被動元件 大家還記得說 兩個月之前出過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國劇 它有主流一些規格 其實有開始降價 就是這個搶單 但國劇本身沒有什麼 可是其他一些 其他的被動元件 慢慢滑落下來 或者是說我們來看到 今天這個林勇有沒有 林勇在這邊 再出現一個低點區 那這種情形的話 就是屬於比大盤領先破低的 那這個其實就不能夠搶 中鋼其實在這裡 季先有下彎 那中鋼我認為說 它這個還有反彈的機會 會做一個大型區間 但是中鋼它可以撐得住 小型的鋼鐵應該就撐不住 就是中鋼骨骼還是比較好一點 小型的鋼鐵長比較多 我認為這是有補跌的機會 那這裡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日月光 你看九月營收是這麼好的公司 其實它還是往下掉 或者是說這個威風 九月營收這麼好的公司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一件事情就是說 九月營收不見得是護身符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要錢的時候 融資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戶頭裡面有三檔股票 你為了救那個就全出了 或像蔡總說的 外市有這種問題 它哪一個變現率最高 就會直接先出 所以正反你認為 我們畫面上整理的這些個股 反彈還是要站在賣方 對 就是看價位 價位你真的就是破了 破了就是破了 因為你比大盤弱這麼多 但是你不需要現在去殺 我認為它會有反彈的機會 一定會來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像洪捷科 這種之前比較紅的 像PA的族群 今天其實都有一個 微微破底的情形 那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比大盤領先破低的股票 或者說反而剛開始做減碼 這個地方可能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對 好 鎮華剛剛看過這些個股 特別談到了萬海 談到了航運股 萬海持續在破底 問題是 外資開始在抄底 抄航運股的底 所以我們來看到 外資在今天買抄的前兩名 竟然第一名是長榮 買了24,273張 YAMI買了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張 有沒有在破底 有 那破底為什麼外資進去買呢 顯然外資在抄底 所以我們要不要跟著 外資抄底航運股 各位認為 可以在短線上 搶航運反彈的給圈 請舉牌 要不要抄底航運股呢 一二三 四票差 兩票圈 來 陳彥 其實前面 陳彥是舉圈嘛 對 因為前面風太大 把船差一點吹倒了 因為本來是要往前推的 那現在吹倒了 散戶就不小心 他害怕 就一直跳船了嘛 那這樣自然船變輕了 船又震了 所以我覺得 反而現在搶個短 我覺得OK的 好 跟你有同樣見解的是 冠軍操板手運響 因為我覺得 我是看海運的 人家都舉插 只有你們兩個舉圈 因為海運三雄 我看的不是閃樁 是海運 海運 後悔三雄 我們請補貨 對 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他的 古徑比已經是 很貼近了 但是現在運價在跌 確定跌了 確定跌 可是我覺得跌是一個回檔 因為漲的時候 已經漲那麼大一波 總是要稍微回檔 可是按現在的古徑比來講 我們說算到明年來講 其實這個時候價格 搞不好古徑比 都已經接近1比1了 如果明年來算 那運相你看這個時候搶 貨櫃三雄 有肉嗎 空間多少 因為我覺得說 當然不是都看很長 因為我覺得說 跌這麼深以後 如果說古徑比已經開始 那你舉一檔個股做例子好了 如果陽明 好 我們來看陽明 來 2609的陽明 最低點跌到87.2 今天又破底了 對 可是87.2 他現在的鏡子是三十幾塊 還沒有估他今年賺的錢 如果他今年可以賺到 40到50塊 那等於是他的古徑比 已經接近80了 所以再跌其實就可以強調 對 我覺得是 這個價錢已經很合理 那空間有28的空間嗎 我覺得有 有喔 我覺得可以接近到100 有可以接近到100再賣 好 這是雲翔的意見 那我們回來談 到底為什麼亞洲股市 在今天全盤揭末呢 最大的那個兇手級 剛剛蔡總你談了 就是通膨壓力嘛 所以請昌星來談談通膨 現在全球陷入了能源危機 原邀突破了80 不管是布萊特原油 還是西德州原油 通通突破80了 那黎巴嫩呢 因為沒有燃料 竟然還全國大停電 所以通膨壓力 不僅只是在中國 不僅只是在美國 現在已經是全球的問題了 對 而且這個缺電停電 還變成是會流行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全球的市場 一早醒過來是 台子期怎麼四出大跌 其實就是在於 美元跟什麼 美元漲 然後原油也漲 兩個都什麼 所以油價是最大 的兇手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大家 會去思考一個重點 油價漲 通膨漲 然後資金從什麼 從亞洲的市場 回到什麼 回到美元身上 我認為這個大家就會 比較擔心的地方 我補充一下 剛才提到說 反彈的最好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來看玉民 玉民就是這一波 反彈最多的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散裝是比較有興的 對 加到加 大好20% 所以我的意思說 可不可以搶反彈 絕對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跑 你不跑今天又被打到跌停 所以我認為 同事朋友你現在在做是說 你當然可以搶短 可是搶短的時候 你一定要跑 簡單來講 搶短就像搶銀行 不管你有沒有搶到錢 都要跑 你今天搶到第一課 你就心裡要知道 我是在搶短 那不管你搶到多少 或者不管你有沒有搶到錢 都要跑 官講得很好 搶不到錢你也要跑 你要受個停損 對不對 你搶不對 輸五趟你也要跑 類似是這樣 不然就越特越輕 我認為是大家在這邊 一定要特別留意 因為整個盤面是空方式 好 那油價現在突然 期間晚上飆高 對 怎麼辦呢 那油價現在突然期間 晚上飆高 對 怎麼辦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循環性的效應 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油價會飆高 第一個 中國先怎麼樣 先陷煤炭 然後3C又怎麼樣 又下暴雨 所以全球的市場能源稀缺 現在有三種能源 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叫做煤炭 煤炭其實是做什麼 它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發電多 成本最便宜 可是污染最嚴重 所以中國被人要陷了 第二個是天然氣 天然氣也是飆長很多 所以天然氣是第二種能源 第三個是什麼 原油 原油大家知道 大家都看到80塊很貴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 原油是這三種能源裡面 唯一沒有創新高的 原油的新高是130塊 這意思是說 8塊是小兒科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夠有空間 現在才剛開始起而已 夠有空間 不要說剛才大家一起去 已經起一段 但是我認為還有空間 那既然原油漲 剛剛蔡總有提到 大家緊盯的 其實為什麼在點 十年期公仔殖利率 就是這個在標 所以 來到1.6了 我們曾經說過1.5 就是警戒線 已經突破警戒線了 而且是上升趨勢 所以我認為 其實現在說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美國的納斯達克科技類股 基本上就有壓力 一旦公仔漲 對於科技類股不利 台灣又是出口導向 電子導向 所以我認為壓力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在傳產裡頭 除了電子股有壓力之外 我們都知道公仔殖利率 一飆高 對電子股就有殺傷力 對 但傳產也是 傳產航運股 特別是它的油 成本占它很高 對 那它也有壓力 對 所以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看好的跟不好的 譬如說BDI跟BCI 其實它都一直大漲 那大漲小回 其實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也是大漲小回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是 現在傳出來 現在新聞寄出來的 怎麼樣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在砍 為什麼大家知道 中國限電拉達 結果怎麼樣 沒火燈運 結果上海到 這個所謂的美東 對不起 運價直接腰斬 腰斬 腰斬 所以有的是腰斬 有的是砍百分之五十 這倒數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很多的傳算是說 我再次強調 利多的時候長不動 利空最後一個就徹底 要測試底部 可是很可惜 利空底部有關 就沒鎖住 所以短線是真的很弱 所以我再次強調 現在對於航運股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轉機 因為利多不漲的話 利空一定會跌 可是利空平傳 包括你看 全球的傳奇 都在研誤數持續上升 你看 紅色的是什麼 是研誤的天數 藍色的是準確的天數 我們想說疫情比較好 對不起 研誤天數持續上升 表示什麼意思 我要交貨 那個焦期是無限延長 以前塞港 或者是延誤天數很高 讓運價漲的時候 延誤是利多 對 是利多 因為它的延誤 再加上塞港 會讓運價漲 可以漲價 但問題是 當你塞港 延誤依舊 但是運價不漲的話 那就完蛋了 那就表示怎麼樣 你沒貨運 然後呢 我焦期又長 然後我運價又沒辦法炸 是 然後我的營收就不容易創高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 就是加成的效果 可是反過來說 我們也有觀眾朋友 一個想法就是說 這種利空是拿來測試底部的 要來測 不是說你看到它 全部去空它 不是啦 因為這些利空其實 開始會反映 那反映的時候 假設底部開始逐出來了 這個時候反而是一個 反彈的契機 好 那我們等會兒 好好仔細來談談 對航運而言 這個反彈怎麼拿捏 問題是塑化 那是不是應該是利多 對 所以我認為 對塑化來說是利多 因為油價漲對塑化來講 普遍來講 就有機會讓它爆價往上漲 對 所以我剛才講 其實這三種能源裡面 煤炭 天然氣跟原油 我認為原油還有空間 原油一旦有空間 你就抓著龍頭骨走 然後龍頭骨當然就是 台塑三寶 對不對 台塑四寶 那我們先來看台塑 塑化 來 那各位來看台塑 基本上它其實就是什麼 屬於一個所謂的 多頭的一個所謂的 避險的一個部位 所以你看到其實包含 投信 外資 三大法人 一路把它買上來 雖然買超越來越少 可是這是投信對不對 你看外資 一樣在買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家在操作這個的時候 不是要利用它來賺大錢 而是你做資金的避風港 不然你會亂買 我那位投資朋友說是這樣子 你不買這個 你去買很弱的電子股 欲去破底 那你買這些台塑四寶 相對的比較安全 我認為在油價高漲的過程中 應該要有一些轉換部位的思維 譬如說卡位 跟著外資卡位 等到有一天通膨沒有上去 外資開始賣的時候 你再調節 基本上你能高檔了 搞不好再創新高拉回 相對會比較安全 那玄谷是以最上有的台塑嗎 對 我認為台塑是一個重點 那這邊其實我列台塑南亞華夏 那前面有列一個亞聚 1308的亞聚 大家把1308的亞聚拿出來看 那下面放投信 我認為這種二線塑化類股 反而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 因為前一波投信買很多 那投信不買的時候它就跌了 我覺得其實這邊要特別留意 投信從這裡買上來 那二線塑化股 其實已經拉出了一段漲幅 那這一種如果開始鬆動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三大本人通通都買 所以就用二線的他們會先買 所以我們要避開 我覺得要避開 所以如果你要買也要買 比較大小的 買大小的 油價在漲他們就是跟著漲 那其實比較容易卡位 好 那我們就回到 比較大小的台塑 台塑南亞華夏 你有整理它最近四個季度的EPS 對 包括它的營收 營收都是好的 然後本益比之相對也不高 那你看外資 投信 你看通通都是買 然後融資 小增 融券增 所以今天頭條不是說什麼雙嘎嗎 嘎可能是嘎這一種 大盤沒有辦法去做嘎空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 其實它的漲幅並沒有非常的大 可能大概在百分之10到百分之15左右 拉回站在買方 我的想法是 你是做資金的資產配置 而不是要靠它來賺大錢 當作資金的避風港 好 資金的避風港可以選擇 塑化股 特別是塑化的龍頭 不過我們剛剛也談到 油價高漲對航運不利 所以我們要請教雲翔 今天在網路上 在社團裡討論 最熱的一個話題是什麼呢 我手上的航運 到底要蓋牌還是要賣 蓋牌的意思就是 我乾脆不理它了 已經跌到這裡了 我都當作它不存在了 不然我每天看 每天相信 所以我是蓋牌不理它呢 放一段時間 等到它將來反彈 我再來處理 還是我在這個時候 還是要忍痛賣出 不過剛剛雲翔也談到 你認為航運跌到這個位置 不只不要慢 還要強短 對 但這些傳產股 除了航運之外 其實有滿多傳產股 都出現破底了 這沒錯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破底的 全部都破底的 那因為航運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至少它的一個價值 因為今天外資買很多 其實外資也不是傻子 它為什麼會買 因為確實上 會不會是假外資 應該不會 對 好幾萬張應該是不會 對 那其他的其實 就是這個上面都航運 對不對 那下面其實 下面是其他傳產股 破底的傳產股 像排波因為玻璃 也因為面板 什麼相關 玻璃確實是現在 你感覺銀售已經下來了 是 那所以說 整個都破底的情況下 我倒覺得說 這些我是不會去追 你不會在這個時候去搶短 但是航運 你剛剛說可以 航運 因為我認為它的 骨架禁止比是 是已經有肉了 所以樓上可以搶 樓下不能搶就對了 這兩隻我覺得我會搶 那為什麼今天投資人 會報到現在 不知道到底應該 蓋牌還是賣出 就是因為他們 沒有掌握到賣點 所以我經常說做股票 買股票是塞 買股票才是 買股票是徒弟 買股票才是塞乎 所以會不會賣股票是關鍵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 抱抱抱今天 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該賣 所以在今天是不是 來教我們 怎麼樣在第一時間 掌握到股票的賣訊 好 那其實剛剛正懷 又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不要等到那個 已經就是翻多很久 你才要去追對不對 那翻空一樣 翻空很久 你才去殺也沒有意義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 在現在這種行情裡面 其實大家都做滿短 那既然做滿短的情況下 我覺得說 云翔來教我們一下 對 你不一定要去看日線 所以上次我也提說 我大概 我自己都會看30分鐘線 因為30分鐘等於是 很敏感 一天裡面會有9根 其實不會太敏感 為什麼 因為你只不要把你這個均線 雖然我是用EMA 你用一般均線也沒關係 EMA 我會用60 至少壓到60 我們叫觀眾朋友 可以設定EMA在60 對 大概在60 對 那EMA均線 對 它就比較平滑 對不對 第一個比較平滑 可是你把它用到30分K的時候 比如說你可以看 像萬海 萬海在日線對不對 日線跌破 它大概跌破的位置 大概在220左右 其實220那個位置 就應該要賣 對 就要賣 你等到今天存150塊 158 對 所以其實 這個已經看出說 它早應該賣 可是如果你用在30分鐘線 你看 它的賣點是在245左右 也就是說 它的位置點會更漂亮 因為它的轉折 基本上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30分鐘K線 其實這245就應該賣 對 那就算你用日K 也應該在220左右 也應該要賣 沒錯 沒錯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可以切到 結果這兩個點位都沒賣 報到今天才來問說 到底要不要蓋盤 是 所以如果買的話也一樣 你可以買的話 基本上 像機家很強對不對 對 最近連續飆商也很強 所以就以日線來講 你會發現說你的追的點 可能在這個放假前的前一天 對不對 甚至今天的開盤才去追 那時候一百零幾塊 可是如果你切到30分鐘的 一個落點來講 這個位置點會在80幾塊 這落差就很大 對 所以為什麼30分鐘K線 它比較能夠提早的 更敏感地掌握到賣賣訊 對 一天有9根 所以它不用跨天 它在當天可能就會有訊號出來 好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我們再來舉例 這是用玉米來舉例對不對 這個來講我認為說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找到怎麼樣 剛發動的 比如說剛穿越 或者剛下穿的對不對 這時候剛下穿 你最好是這種股票就要小心 所以剛剛為什麼我講說 航運裡面 我會比較擔心這種散裝 原因是這個 這個貨櫃已經先跌了一大波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殺沒有意義的 可是散裝 它可能會跟著補跌 因為這個貨櫃下來 散裝可能會補跌 你看剛好像玉米 它是剛好下穿 這個所謂的30分鐘線 所以這個基本上 可能就要小心 這個來講一樣 就是說像偽權店 前一波也是很強 可是它基本上 也是剛跨過這條線 有沒有八幾塊之後 而且是下穿 對 下穿 沒有錯 相對做多的話 你會發現說 像維新是會板卡對不對 最近非常強 因為比特幣又暴漲 暴漲到大概五萬七左右 所以它也是剛 不是這個買點已經錯過了 剛起來而已 對 剛起來而已 這樣算剛起來嗎 對 所以你看今天是137對不對 它起來的點是135左右 所以這樣基本上 你就說 這樣是一個還不錯 剛發動 最主要說 比如說它上半年的EPS 又很強 所以它本益比又低於10倍以下 像304%我覺得是一樣 就是說 你看它的本益比有沒有 上半年兩塊二喜 然後本益比是很低的 也是六七倍 對 因為它股價不會 可是一樣它又剛什麼 上穿 像這種股票 基本上我覺得說 它就可以怎麼樣 多注意這樣的一個標的 我們談完了 造成亞洲股市下跌的 最大兇手通膨之後 也來談談中美貿易戰 到底中美貿易戰 有沒有消停的可能 有沒有和緩的可能 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好 最新消息是 拜登只考慮取消部分 豁免範圍 換句話就是說 只有少部分的產品 得到豁免 那拜登對於大部分的產品 仍然要課高關稅 所以我們不要誤以為說 孟晚舟被放回去了就表示 他們兩個沒得完結 消息不是喔 中美貿易戰還在持續 RNG進行中 對 我覺得這很像戀愛RNG 其實兩個人還在 其實你覺得他和好 其實沒有 因為今天我覺得從產業 個股的表現 兩樣勤 為什麼呢 你看太陽能聯合再生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虧損的 援金冒敵 冒敵才剛有虧轉移 援金也是虧損 可是這三個股票 反而今天強勢喔 是不是因為接下來可能 會有轉單的效應 也就是說下一道有沒有可能 砍向太陽能 砍到太陽能 如果美國對中國的太陽能出手 那台灣就會有轉單利益 對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量依賴美國訂單的IC設計族群 今天的表現還是相對的疲弱 我覺得這是一個差 好 我想投資人一定還記得 股市為什麼去年大漲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轉單 中美貿易戰表面上是 兩隻大象在打架 照你說不是好事 但問題是兩隻大象在打架之後 就很多訂單會轉到台灣 所以他們打架對我們不見得是壞事 對 那因為基本上這一次其實很妙 因為商界其實希望豁免的範圍大一點 因為川普那時候是2200樣 可是為什麼拜登 他是只給你549樣 其實我覺得拜登其實很清楚 中國後面所帶來的威脅 為什麼 因為過去中國一直用補貼的方式 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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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貼 比如說我們講稀有金屬好了 稀有金屬我補貼 補貼到什麼 所有的國外的礦產都倒了 倒了以後物以稀為貴 只有我能生產 我這時候就把價格拉高 這一拉高不得了 可以拉到七倍 甚至一千倍 那這怎麼撐 後面有政府撐腰 那我的資本無限 我就跟你玩 玩到你倒為止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 第一次他使用熱手法 像之前的太陽能也是一樣 這已經不是企業和企業的戰爭 這是企業和國家的戰爭 而且國家還在後面撐著你的腰說 來吧 你衝吧 中國在後面撐著 對 那太陽能 面板當時也是這樣 它就靠政府補貼 然後整個產能增加了多少 十倍 導致整個太陽能的價格崩跌 崩跌了75% 可是問題是我們去看這些 前六大大陸的這些太陽能公司 發現說它的負債比 既然高達80% 那我可不可以簡單講 我把補貼拿掉你就倒了 很可能是這樣 因為中國補貼 對 然後我們再講 面板也是 中國補貼 對 最不可思議是鋼鐵 2000年的時候 中國還要依賴鋼鐵的進口 當時它消耗掉全世界16%的鋼鐵 進進口國 對 進口 可是到了2007年 你奇怪喔 吃飽又有存喔 變成進出口國 對 還可以出口 而且重點是 它既然生產了全世界 需要鋼鐵的一半 怎麼會這樣 我跟各位講 背後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它既然從2000年開始 一直補貼補貼到2007年 補貼了270億美金 就是反正我就是一直補貼 補貼補貼 你們要出去我就補貼 就是靠這樣 連這個商務客機也是一樣 所以波音要怎樣 商務客機也是 所以波音說我的訂攤什麼 掉了60% 不好意思 那邊比你比較燙 所以整個中國的一個策略 就是我透過降價 它比歐美的價格 所有的綜合的評估 少了25到30% 確實有競爭力 所以也讓它的貿易量 從2000年開始成長了三倍 好 不只有競爭力 甚至於中國很多產品 賣出去的價格 比人家的生產成本還低 那別人怎麼了解 不可能 它為什麼可以賠錢賣呢 因為有中國補貼 所以補貼這件事在拜登心裡 是很嚴重的 對 也很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最有可能開到的產業 當然就是補貼最大最多的產業 所以很多人評估 認為拜登下一個開到的對象 會是太陽能 對 因為現在太陽能 第一個它已經禁止說 你新疆的多金系出口到美國 是 那因為它是現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 這第一個 好 它又想到一個 因為有四大這個太陽能廠 它其實已經跑到越南去設廠 大陸的 它跑到越南去設廠 你用技巧 抓到了 就是說 甚至你從中國以外生產的也不行 禁止你從東南亞這個地方轉進 這個部分它也要限制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就對我們的這個太陽能產業 就有幫助 因為聯合再生 就我們自己的這個太陽能廠 他就說 最近有很多美系的這個 訂單 然後甚至非美系 只要不是大陸的訂單 也開始過來 所以他說 接單接到手軟 到明年都是這樣 中美貿易戰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認為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華為 是 但是華為好像也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 而真的就因此而被打到善 潰散消失 因為中國政府在支持它 對 這個是一個原因 所以你看他最近也是大手筆 砸了很多這個資金 要培養他們所謂的天才少年 這個天才少年 說真的確實是蠻厲害 他躲在廁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躲在廁所 你可以躲在院子啊 客廳 但他就要躲在廁所 因為你不是天才少年 不能理解天才少年的思維 對 然後呢 我只有高中的時候會躲在廁所 然後呢他就設計了這個 這個遙控手臂很厲害喔 這個手臂媲美達文西等級 為什麼我這樣講 達文西可以做到馮葡萄 完美的馮葡萄 他的手臂也可以做到 四個月的時間用了鴻蒙系統 花了多少錢 我跟各位講這個金額 一千五百美金而已 所以這個是他厲害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 就是包括這個運用的這整個概念 還做了一個這個 自駕的自行車 這個自行車 自駕汽車還是自行車 自行車就是那個 bike b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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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行車 bicycle還要自駕 對 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自行車要自駕 可能想說敢通告的時候 可以坐在上面吃牛肉麵還怎樣 就自己就不用再機 你又不能坐在自行車上度估 你幹嘛要自駕 但是他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他已經做到就是說 包括特斯拉還沒有用的激光系統 對不對 激光雷擋 我知道了 以後用自行車來送貨 這就很方便了 對不對 很方便 我在家裡 阿霍他就自己到目的地取貨 或什麼 這個很多的發展 連爪哇支付都在Twitter上面 發文說這厲害 這厲害 但我覺得說 我想帶各位看的是說 所以回頭來談 拜登一路殺華威 都沒有辦法把華威殺死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在背後挺他嘛 所以殺不死 所以我們回來講 這些在中美貿易戰之下 不管是受害還是受賄的族群 對台灣而言 我們操作商應該怎麼操作 我覺得受賄受害的我們等一下討論 但是受賄的部分 我覺得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次的議題 先跑出來是太陽能 可是當然我們台灣的太陽能產業 從上中下游的系統是非常完整 這個我不否認 所以受賄就是轉單的嘛 對 但是這裡面要特別注意 因為最近台股比較弱的情況下 資金會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你一旦台股 又回到正常活弱的情況的時候 坦白講 這個族群還會不會受到青睞 為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你意思是台股在不正常的時候 它才會漲喔 也不要講不正常 這樣子好像 我有一點點暗示說 台股現在是不正常 應該說台股不太對勁 好像意思是一樣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有舉聯合再生 我們先看一下聯合再生 你看喔 這個股票 如果我們光從線圖來看 下面幫我切 導播請幫我幫我切一下外資 上面正常來講 其實它的線圖 是整理得還滿漂亮的 然後最近又 因為這個議題而突破 那如果我們仔細看 哇 你看 這個外資好像在認養 可是這裡面提出的 第一個疑問是 這個外資是正統外資 還是有目的性的外資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這家公司 都還在虧損 所以未來即便它營收暴增 它到底不能讓它轉虧為贏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看 這個茂迪的部分 茂迪也是一樣 最近好像出現了一個底部型態 那這個底部型態 坦白講 我看外資看投信號 都沒有人要認 但是它轉虧為贏 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不錯 營收也暴增 會不會這個議題來了 行於翻身 對 但是我就講說 現在就是因為沒有東西吃 這個出外人吃個粗飽 極限摸吃 摸金 好 為什麼拜登會對太陽能開刀呢 最主要是 上一波的戰場如果是在5G 那麼這個波段的戰場 就在新能源 因為現在油價一路的往上飆高 新能源越來越重要 所以拜登很有可能 在新能源這個戰場對中國開刀 一方面在太陽能上面開刀 另外一方面在電動車身上開刀 所以我們來談談電動車 電動車當然 10月18號的鴻海科技日 對台灣電動車產業而言 是大白季 它今天又公佈影片了 又讓我們脾胖了 脾胖什麼呢 它的三款最新的電動車 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呢 所以我們等會來看看影片就知道 再加上鴻海現在不只是要做電動車 而且要做石墨電池 它為什麼有能力做石墨電池 而石墨電池對電動車而言 是不是一個勝敗的關鍵 上禮拜二來的時候我就說 不要再抱怨鴻海MH 就是只有指紋樓地獎不見車下來 那我說過那時候 人家已經秀出三個設計圖 哇 這個禮拜更棒了對不對 週末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鴻海呢 它這個跟鴻海已經秀出了自駕車 今天這影片更棒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它不但秀出來 這個所謂的這個轎車 譬如說像這個有這個所謂的 一個比較豪車的一等級 那這樣 像這個白色也是屬於 這個所謂C等級 所以等會觀眾朋友 在畫面當中所看到的白色 那是鴻海未來電動車的C等級 對 那是比較中階的 對 比較主流 你如果在畫面當中看到黑色的車子 黑色那它的一等級就是高階的 另外它還釋放了 它的電動巴士 所以我們看到了三輛 未來鴻海MIH會推的車 我覺得像我們之前看過 它什麼不小心露出來 那個什麼間諜罩有沒有 我覺得不怎麼樣 就是看到這個實體而且還跑 我覺得滿Fashion的 還滿好的 那個形狀不錯 那鴻海在最近來講 其實它不只是 著墨在這個 我們說它的發展的一個進程 像上個禮拜我就跟大家講底盤 我們講乙勝 那我講乙勝的時候 是因為它的共用底盤 那乙勝今天是漲多會長 可是你注意到 上個禮拜放假之前 最強的一檔MIH指標股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這個底盤的乙勝 好 那除了這個車體架構之外 剛剛這個阿關也有提到 這個石墨烯電池 我先提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次CES展裡面 賓士 原來非常炫的那個阿凡達車 它就是用了所謂的一個 石墨烯電池 這個非常的炫 那鴻海在最近 石墨烯它是一個下世代的一個產品 像連張忠謀他也說 將來新世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材料 可是大家知道嗎 石墨烯它不是天然的東西 石墨烯它是把石墨 用物理的方法改變它的分子排列 所以說石墨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好處 譬如說它導電好 散熱好 可是它唯一有一個壞處 就是它穩定性不夠 這就是為什麼鴻海 它為什麼在最近呢 它跟中碳 跟這個所謂中碳這個合作 邀了中碳 跟它自己本身的熔碳 因為它本身有石墨的基礎對不對 然後它還邀了什麼 碩核 為什麼 它利用碩核的細的技術 加進去之後 讓這個石墨的一個碳系的產品 更加穩定 這個就是鴻海將來要拼的黑科技 什麼黑科技呢 固態電池 將來的電池其實最近 因為鴻海也 因為這個等於說 跟這個現實要結合 所以說譬如說像特斯拉也好 蘋果也好 他們都捨棄了原來的什麼 三元電池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磷酸離鐵電池 因為三元是涅菇蒙 涅菇蒙所在的地方 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或是中國大陸可以控制的地方 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有這個所謂的環保的問題 但是用了磷酸離鐵電池的情況之下 成本低又比較好入手 如果將來要再加上鴻海這種黑科技 就是加上這種所謂石墨的方法 對 它本身又跟塑荷 把那個系加進去 改善了這個石墨溪不穩定的一個缺點 所以說這個地方是 我覺得鴻海在電池 將來也是很有競爭力 好 我們來看一下石墨 到底現在有多夯 我們看一檔個股的股價就知道 來 三晃 我們來看一下三晃 1721的三晃 今天一開盤 一架到底所漲停 為什麼 因為它就搭上了石墨的題材 所以股價是 觀眾朋友可能看不清楚 這是兩根漲停板 對 這個很標 所以電池裡頭 現在最夯的話題就是石墨 但是你要去選股怎麼樣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時候我們市場上講幾句話 說我們要吃法人豆腐對不對 法人有兩種 一種叫外資 一種叫投信 可是外資有真外資假外資 你不要每次看到 這張股票外資昨天大買 你去吃 你沒有吃到豆腐吃到豆干了 為什麼 他可能是假外資 可是投信不會有假投信 對 好 我們拉回來看 你心目中 我上禮拜二來的時候 我講一句話 我說看美其馬做康普 結果這個禮拜康普的漲幅 是不是美其馬還來得到 對 那你看康普 你一般閉起眼睛 你第一個想到美其馬 可是美其馬 投信7月以來都沒有買 沒有買 跟你想的不一樣 可是康普真的 投信買了2900多大 好 在這地方聚合 對不對 這個做電解液的 跟他講 其實他要小心 因為未來如果做固態電視 他可能會面臨到很大的變革 那立凱 這個地方也是做這個正極台 沒有這樣 可是大家注意到 中炭對不對 小買之外 有一家公司 投信7月來買最多 買了12200多張 到現在那個籌碼 還沒有釋放出來 然後 他為什麼買民間 對 你現在要吃豆腐 而且你現在有機會 比他這12000多張成本還低 你要吃豆腐 就要吃這種豆腐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一張 我們說操作電動車有一個邏輯 我上個禮拜來的時候 我就說過 我們要先看什麼 因為紅海出來 每次推那個底盤 所以你要看底 以剩KY 對 以剩KY 好 未來 因為這個比較龍頭 AI 然後在感測器還有光達 所以第一波做比較具體的 對 車殼 底盤 電波就是應該做電池 接著將來才做 對 這個就是可能 就是下個禮拜一出來之後 看到字架 那我們先講這一波 對 這一波 我們這一波是最實在的 但是你看 我為什麼用標出來顏色 為什麼 這個太多人做 這個紅海現在在做 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這一塊 就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紅海未來的黑科技 它的秘密武器 這一塊來講的話 是大家要注意到 我們看下面一張 為什麼我要講 跟這個明基材 你看 我舉個例子 明基材本身做什麼 做那個隔離膜 現在我們的傳統的 這個磁電池 就是一個正極材料 負極材料 中間一片隔離膜 那中間是電解液 可是未來固態電池怎麼樣 我不要電解液了 我就是固態 現在有那種半固態電池 就是我中間有固態的電解值 以後是我連電解值都沒有了 好 我拉回來講 你看 為什麼要吃它的豆腐 你看 7月以來 你看這幾個地方 它大量去 這邊買3000張 買3000張 這邊它都超過1600張以上 這個價位 平均的價位 落在什麼地方 33塊 38塊 40塊 它也就是說 在這幾個大量區 投信買的大量區 平均的位置點 總而言之這12000多張 平均的價格大概38塊以上 結果你看它今天收盤多少 31塊 我們最後超級比一比 你看這些股票 哇 獲利數字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買的話 比投信的成本還低 對 而且你看這些 投信買的沒有那麼多 那你看獲利數字 明基才是1.38 結果這個1.88 1.4級 都來到什麼 100多塊 50幾塊 明基才只有31塊 它的特殊利益好好注意 好 也請正華帶我們來看 說到電動車 電動車有沒有被錯殺的 好 那這個剛剛風中 也提到的 就是說在鴻海這個地方 18號大家萬眾期待 所以最重要當然鴻海本身 當然它股本比較大 大家除了這個乙生之外 那廣宇呢 可以看廣宇跟宏准 廣宇最近很標 對 尤其宏准跟廣宇 但你可以看到 投信是買廣宇買得比較少一點 但是它事實上是站在買方 買得比較優秀一點 那在宏准的部分 它其實已經持續大概將近 快要一個多月了 都站在買方 對 而且重點是在今年9月份 當時股市在下殺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它由於基期比較低 那股市也沒有破底對不對 中間休息的大概差不多7到8天 那繼續有買 所以這個可以說不離不棄 照理來講一般來說 投信在偏離 它自己初次成本的時候 不會再追了 可是這一次來看 它上去再繼續再追 應該是非常看好 我認為說在這個地方 鴻海家族這兩檔非常重要 所以這幾種是 外資投信同步站在買方的 對 所以你看 今天有一點小拉回到那個月線 其實有可能是一種錯殺 再來的話 我們看到NB的部分 今天來講 只要你股價是屬於在右下角 沒有漲到這個股票的 右上方去的 大部分都是有一點過度看壞 因為NB這個部分其實在今年 最近是在走伺服器題材 對…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說 今年來講的話 大家普遍認為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基本上 投信跟外資在建倉的這個成本 大部分都集中在 今年的9月中旬以後 這個都是新的 9月中旬建立的持股 大部分都是為了明年的題材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未來拉回其實都還是可以來觀察 金鴻的話當然就是投信昨夢比較深 昨天買的比較多 今天來講的話在這邊震盪 其實後續都還有機會 這一些通通都稱之為投信 外資逆勢買超的股票 好 不過既然說到投信 剛剛封總也說 外資有假外資 沒有假投信 所以我們來看 投信會持續不及的個股 包括哪些 這一些的話大概就是普通 普遍來講 就是現在當前最強勢的族群 未來來講的話 只要在下煞的過程當中 應該都還有低階的機會 第一個當然就是講到了 康埔跟聚合 剛剛已經有提到過 你看投信的這個買超 還持續在買進 這個是電動車 對… 再來的話就是說 在IP的部分 IP的話我們看到 因為這次這個 立望一直在創新高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創意的部分跟資源的部分 其實大家看它這樣子漲 覺得說這個股市價 好像已經漲很多 真心來講 以資源來說 其實就只有最近這兩天 漲比較多 前面這段日子其實沒有漲到 只是說別人跌比較多 會覺得說它會不會補跌 資源的爸爸在這裡 好… 那說會不會補跌 那其實我們來講說 這些股票 資源還會再漲嗎 資源還會再漲嗎 有什麼 這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對 像我剛剛講的 你最強勢的股票 都已經撐到最後 如果還不補跌的話 那其實這個地方 就有機會來做發動 再來的話就是緊縮 九月營收 還有包括有一些部分 像PP的話它這個博製 那其實這個 都在台灣生產 所以相對來講 比較不會有其他的疑慮 那目前來看的話 在投信這個買超的位置 我通通都集結在什麼 九月有加強再做買進的 但未來來講 大盤如果有再下跌 或震盪的時候 就看這些股票 好